花蓮慈濟醫院近日爆發了醫護感染 疫情是逐漸的升溫 但卻剛好遇上了清明節的連續假期 雖然在部分的餐飲以及旅宿夜 已經有陸續接到退訂或是延後的訊息 但大致上仍然不減遊客的興致 4月2號連假的第一天 花蓮的各景點依舊是人潮滿滿 台北 台北喔 你們今天早上來的嗎 對 路上有塞車嗎 有 4點出門 出發改就人潮滿多人 這邊滿滿的遊客 那邊也人潮幾道爆 來到花蓮各大景點放眼望去全是人 也難怪一早南下路段大塞車 也有民眾超前部署 提前一天就出門 好多人喔 9天就來 也怕塞車 講說比較不會塞車啦 只是清明連假第一天 全台確診病例暴增到160例 創今年新高 但台灣人沒在怕 畢竟前陣子真的悶太久 難得放假還是抓準機會出來透透氣 一部分也是因為花蓮的確診案例相對較少 只是原本只有四個案例的花蓮 4月2號證實新增5例確診 累積相關案例也達到13例 但仍然不影響民眾就是要玩的心 會不會覺得覺得還是比較刮通會比較安心一點 有比較安心一點 拍照有時候拿下來 一下子趕快刮 有時候沒有剝啦 防禦做好就好了 拍照拍完就趕快帶起來這樣子 滿滿一大鍋海鮮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很多人排了好幾個小時就為了嚐上一口 有人甘願忍受排隊塞車之苦 有人卻還是因為疫情在出遊前卻步 不論怎麼選擇 戴口罩勤洗手 還是保護自己的他人的不二法門 記者採訪報導